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推动客家美食文化 台东县政府明镇处 办理了除神育阿婆的客家美食竞赛 特别在10月1号上午 在关山工商进行了开幕典礼 贵宾相当多 有客委会代表处长 县长黄建廷 明镇处长颜志光 县议员洪宗凯 关山镇长戴文达 池上乡长张瑶晨等一起与会 不要说好吗 好吗问题 关山客家的族群比例差不多有45% 很高兴很荣幸 我们客委会选定这个活动 花东主厨的这个竞赛 在关山 特别感谢校长 这个客家美食料理的一个决赛 活动能够顺利成功圆满 那在座的贵宾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们先说什么努力 什么感谢你出众 你也请 各位乡亲 各位亡亲 各位亡亲 台阳好 县长好 日本运动烦戏 祖地楼安董朋友 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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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卡溜里 比赛 舌头差点要打结了 掌声鼓励一下 我妈妈是客家人 所以从小吃这个妈妈煮的客家菜 呃 长大以后才知道 尤其我到国外去念书的时候 最想念的 就是这个有妈妈味道的客家菜 呃 台东是 其实是 呃 客家族群非常多的地方 尤其中古县 那过去 呃 我们这个 客家料理的比赛啊 都没有在台东办过 比较多 都是在花莲 那今年我们特别县政府 呃 跟客委会 啊 要争取说 哎 这次来到台东来来办理 我们特别感谢 呃 客委会 给我们这样的支持 那 今天 呃 除了这个 早上社会组 下午还有职业组 啊 的这个比赛 职业组都是已经在开餐厅了 啊 那我们请到的评审 都是像 秋宝朗这种主厨 大师级的来当我们的比赛 所以这个是 真的是很 呃 很严肃很认真的比赛哦 呃 呃 呃 我相信 呃 只要是来报名参加的 都已经是非常有水准的 那今天 呃 比赛一定是很激烈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把我们的很多的客家的 呃 艺文表演 客家很多的呃 呃 美食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呈现出来 另外活动的现场都还有客家美食的品尝时间 呃 你怎么拿不上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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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赛队伍正聚精会神的准备食材 这一边正在大火快炒 这香味肆意热闹滚滚的 正是2016年东台湾客家美食料理比赛的现场 出神育阿婆的活动 决赛就在10月1号上午在关山镇关山工商举办 主办单位台东县政府表示 台湾东部客家民族经过两次的移民的融合 这次也特别推广美食文化的竞赛 让来自宜花东三县市的职业组与社会组 大家来叫住一番 活动很精彩 最后也由征传美食队获得了职业组的神厨奖 来职业组每位无敌奖 我们恭喜阿霞姐美食工作室 来发每位无敌奖奖杯 以及奖金 纳陆湾大酒店获得营养满点奖 阿霞姐美食工作室获得美味无敌奖 社会继青年组部分 由客人内获得神厨奖 小小宗破塞获得创意十足奖 旧宿客家伦获得了营养满点奖 好 怎么刚下那也请大家团队先行留步 真赚美食队 恭喜真赚美食队 这个活动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个料理比赛能够促进宜兰花东台东的三个产业 能够彼此切磋琢磨 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让青年有一个学习的场意 促进能够青年返乡就业 至于这个活动目前为止应该算是很成功的 那报名的队伍你觉得如何呢 这次报名的队伍非常的勇业 后来评选结果有职业组十队跟社会组十队都各具有特色 希望他们在里面切磋的时候也能够彼此增进彼此的厨艺 谢谢 办理这次活动目的是传承客家原有的传统饮食文化 也期望借由竞赛激发出不同的创意 来推广东台湾零污染的在地食材 达到强化产学合作的构想 也希望借由此比赛带动东部餐饮业界更新的商机 同时激发出更多崭新的东部客家饮食新文化 厨房传来了阵阵的香味 原来是在假日的观山 神厨遇到阿婆客家美食比赛 参加人员除了有知名的饭店以及民间定家外 这次也特别邀请到许多厨艺很有信心的婆婆妈妈们 一起来为拿手好菜一较高下 比赛现场每个人无不时出浑身结束 在景象有限的时间当中做出每一道精心的料理 比赛活动共分为两个阶段 下午由饭店业者以及民间业者一同组为专业烹饪项目 其中还有是许多夫妻共同为客家美食展现出 兼具传统合并创意 也为整体表演带来相当丰富以及趣味性的表演 今天是人们的想法 我们的滴平 刚才拍开这边的必须 开始做成写 看这种《创意无限》 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 而且刚刚这次天区的味道也是同类的 对 请问那个啤是什么 那个斗家这边那一层 那这是叫什么 春犬 香菜跟四季豆 而且來看一下他們有一個非常有時間 還可以做一個水果提案的腰花式 各位各位請注意一下 教我們每一道菜的料理 放上豐快 當天我們主廚師 其實這一次不管是阿婆也好 或者是年輕人也好 我覺得發揮了我們最大的極致 最大的智慧 在我們花東地區的特產 譬如他發揮了米 以及當地的雞肉豬肉 然後再來結合了我們食相 譬如說他做出客家的精神 那用我們的四文四草的方式阿 或者是燉乳的方式阿 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也有做得很創意的 那譬如說利用我們的豬肉把它捲 或者是用傳統客家菜的手法 譬如說炒豬肺阿 王黎炒豬肺 這就是很少見的菜 但是今天都把它運用上 那但是還是有一些 主題 參賽的主題 是以什麼樣的菜去參加這次的比賽 主辦單位是在他 也是有一些設定說 傳統客家美食的料理 還有一道創意料理 所以我們都用東台灣客家村的 那就是城裡的客家食材下去做一個在地史上的發展 去燃發 那做一些倒閉的客家味道 那有沒有信心得獎 有 最後也將做好的料理 一同與現場的朋友與惠分享 並且帶著開心的心情 一同結束了整場活動 感謝經驗 佐藏 體民 add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